七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他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 胃不舒服 脏 肚子不舒服 体重也有些下降的情形 最后一个诊断叫皮革胃 皮革胃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们做超音波 做这个胃镜的检查 可以发现这个肿瘤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而这个肿瘤并不是只是局限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片的 所以很像整个胃变成一个皮革状 伸展也发生困难 可以解释说这个病人为什么吃一点东西 他会觉得胀的那个情形 那给他做电脑断层的时候 这是横切面来看胃 这是我们平常不会看到这么厚的 好像整圈都是像皮革一样 从正面来看的时候这个也是造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表示这个肿瘤本身就是 比较难控制的一个肿瘤 再加上这个肿瘤 它可能也跟局部的一个地方 还包括淋巴线有些肿大 局部的这个肠子 也有些沾连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些怎么去做处理 都是考验着外科医师的那样的一个功力 用腹腔镜手术的方式 把整个胃 这是全胃切除 整个胃切除 然后再把胃附近的这个淋巴线 这个淋巴线也要做清楚的一个动作 因为这个表示淋巴线是已经有转移的这个状况 所以再把一个一个的淋巴线附近 胃附近的那个血管附近的淋巴线 都能给它做清楚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这个对于一个整个肿瘤的一个量控制 会有达到好的一个帮忙 再加上把那个跟胃肿瘤有相关的 有侵蚀到的这个大肠的部分 也给它做切除的一个动作 后面再加上温热疗法 能让这样的一个非常难控制的一个肿瘤 至少先把它稳定住现在的状况 感谢收看再会